同行相继 同行相继 大家好,我是葛大为 今天收听的是期间限定的同行相继 这是我的节目 在这一季我们其实会用很多的主题或现象 然后来聊歌词 那这一集 我来请到我的朋友 然后还有我久仰的歌手 一起来跟我们聊天 那个迪拉胖跟Lio王 嗨,你好,大家好 嗨,大家好,我是迪拉 迪拉还我人情 因为我去帮迪拉录一个吃的podcast 所以他今天一定得来 马上秒答应 没有第二句话 因为我自己是写歌词的人 然后上一季因为我也访问了蛋保 然后在访问他之前我也跟迪拉吃饭 就是学习了一下 就嘻哈的一些专业知识跟歌词的写作 那我觉得这一季还是应该把它放进来 聊一下深入一点 那个节目还听得到吗 因为在youtube上面有 对对对 就很好玩 就来聊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 我跟每一个作者聊完 我都觉得我自己学到一些东西 就自己好像会变强一点点 所以我就是私心的来这边跟你们学习 哇 哪这么客气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今天迪拉把题目定成华语冷门嘻哈歌词 为什么要用冷门这两个字 其实是先射箭再画靶的啦 嗯 就是我先拜托利友先挑几首嘛 对然后我喜欢的一些歌词选出来 就迪拉觉得相当冷门 我就先看了他选的歌 然后我就顺着这个脉络 也选了几首我自己推荐的歌词 然后总结起来 哇 这都好冷门的 这些歌 饒舌歌手本身可能很有名 可是这都是他们算是 比较不为人知的歌曲这样 所以冷门是因为很少表演 或不适合表演吗 还是没有被选到 因为曲高和寡 是因为这样吗 我觉得曲高和寡是一个 对因为可能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直观 因为有些东西可能一个 我都讲比较直白嘛 就是比较油腻的东西 大家是很容易马上就可以get到那个甜头的 但这些很聪明的作者 他可能写的一些稍微 比较需要多层次立体思考的作品的时候 一般人可能就没那个显功夫去享受他 但他在写完这个作品的时候 经过唱片主理的过程 或是企划的过程里面 他是不是就比较不容易被拿出来打 还是说打了也不会被注意到 那就不要拿来打好了 会有这个逻辑是这样吗 这个应该是说 有时候是这个我们各自讲各自的吧 因为他是跟我立场不同嘛 对他一定是有他想推的 我有我想推的 我们每次可能一张专辑十首歌或什么 那我的感觉一定是 譬如说一个作者 不管Lil还是蛋堡 还是英雄他给我看歌的时候 我一定会有我某一首歌 我觉得你这个在自娱 没有想要娱乐别人的意思 但是因为也娱乐到我 我就觉得这个我也好喜欢 让我们想个办法来让别人也被娱乐到 那有些是我也没被娱乐到的 我就会当然就会说 这个我就不会特别去提他了 但如果说作者一直跟我非常推荐 我就会用一些拖延战术 或用一些方法转移他的注意力 说你看你看那一首超好 我超喜欢那一首 这一首一定超重 因为都是他的小孩嘛 所以他很容易就是会被我这个转移战术 但立尤算是一个比较脾气倔强 他又会我讲完三句之后 他会说 迪拉不是我还是觉得刚刚那一首 对他是比较这种 比较难拉这样 对对对 像李泉泽就比较好偏一点 是这样吗 哈我觉得以创作者来说 歌词就是一个作品的表达这样 然后有时候可能创作者个性有很多啦 有时候你就觉得应该是那样 对就不会想要多去改什么 特别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写的歌 也不是说要卖或者是什么的话 就是会想要卖给别人 会想要保存他原有的样子 对对对 但你在做一张专辑的时候 你会先想好你想要推出去什么 跟哪些是宁愿让他冷门也要在里面的 不会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因为写出一首歌 然后如果你自己喜欢都蛮珍贵的 所以最好是都要放出去 最好都不要冷门就对了 就是只要放出去 对我来讲这个东西是有点像你上传到这个宇宙里面有出去 那大家有那个可以接近他的这个管道 那他就是时间拉长就会有人听这样 因为我一直觉得 比如我们在做其他风格的专辑的时候的那个思维 好像是跟有选主打歌的思维 或者什么歌推出去的思维好像是跟老舍是不太一样 但这样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类似的 其实还蛮看就像我就像餐厅在卖菜一样 还蛮看主视者 譬如说如果我是最后能决定的人 我一定是看季节跟气氛 跟大氛围 就还是要去想那一个对出去 那不一定是配合那个大氛围 有时候是要往反方向去做这样 我的个性蛮常会这样 因为我都觉得我们又不是最有财力 或最有话语权的一个单位 所以如果我就会观察大环境 譬如大家都在写chill的东西 我就觉得现在来一点很硬很脏的东西反而比较容易跳出来 因为就是这样逆做就会有很大的方便跟好处 我比较容易选择这样 我们刚刚在外面聊天的时候 其实聊到比如说 我们在做NR的时候常常就会 因为创作歌手 我们会去修正他们的歌词 或是给他们一些建议 但是老师的歌手比较不会 没有办法这样子给予歌词或是创作上面的 你会给一些建议吗 还是 我觉得这是比较敏感的那种问题 因为如果你看说 不知道是热狗还是大鸡 就是也有写过那种Cypher 总是会有类似那种说 还叫我改字 有这种事情还叫我改字 对对对 所以通常就是 好像会有一种臭脾气的那种 稍微那种感觉 不过当然有些老师歌手也是没有 大家就是个人心态都不太一样 就像我朋友 好朋友春艳 她就是 她的创作力很旺盛 然后她天马行空 她 就跟她个性也有关系 那 她就不会那么执着在一些小东西上 她觉得那我换另外一个方式 也是一种表达 对 是蛮看人的 可是90%的饶舌歌手 如果说 我觉得你这个词写的没有很好 这句要不要改 除非他真的 你真的是戳到他的软肋 就是他那句真的是写的 他自己也没自信 他可能就会 我试试看 不然大部分就会翻脸 因为像我的工作就是帮歌手写歌词 所以我就不能这样 我就是 但我觉得坚持的地方会沟通 或是为什么我要这样写 或是为什么要用这个字 但因为这个最后是他要带走的 所以我们就还是会变成说 你如果真的觉得这样唱比较好 或是你想要那样的画面 或是那个才是你 那 我也会去消化一下 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 如果帮别人写的话 搞不好利尤你的想法会不一样 因为其实我刚想到 这过程还蛮 你们有点在共同 创造一个声音一个东西 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我们写要自己唱 然后会觉得说 就是 就像你说歌手也会想要 微微调整你的歌词一样 那种感觉 我们还是会希望 最后是自己把关 这样子 这样会比较孤独吗 应该是吧 我这样听起来好像有 是蛮孤独的啊 这个歌 因为 老实我们刚刚后面有聊 老实说歌手 其实大部分情况就此曲合一嘛 所以你单独挑他的词来讲 而且老实歌手的至尊就是 我想表述一个我的状态 跟我的说话 都是很有自信的 那你直接跟他讲说 我觉得你这个词写的没有很好 哪几句没有写很好 比较像直接就是跟那个对方说 你鼻子长得蛮丑 你这个眉毛不对吧 或者说你知道你的牙齿很黄 真的很脏 就是这种话其实超难说出口 就是即使它是事实 但是不会用这个方法 不会用这个方法 但是想到说像葛大刚才讲说 饶舌歌词跟一般歌词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像我们今天选的里面 像有一首我选的小老虎的逍遥课 我就觉得他那个歌词很像一个散文师的感觉 对那也有的饶舌歌词是很注重在punchline 就是我每两句都会给你一个好笑有梗这样的方式 那也有一种是他可能很意识流的 他就真的是很像一个人在梦游 然后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也是也是有 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小老虎吗 你要介绍一下这个 你要介绍一下 我跟Leo的好朋友 是一位北京的老舌歌手小老虎 然后我觉得 你为什么选这首歌 因为冷门 不是我只觉得真的很帅 你可以对我想看葛大的这个感觉 只是给他看好了 我昨天运动的时候已经听了 一直在听这首歌 是有一种豪气奔放的感觉 有我刚开始想说 对就是很不像 其他听到的饶舌的歌 兄弟本是逍遥课 何哥们没见过 所以你喜欢他是他的歌词的 那个戏场 这一首歌的 豪气奔放 对你看他 我昨天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脚踩车踩的特别快 所以这个歌 刚刚说是豪气嘛 因为我就觉得说他有 大山大河啊 万古江河啊 这开头很特别 对他就是 这是小老虎2013年的作品 他就是他有点 他就叫他专辑叫逍遥客 然后这首歌就是 让我感觉他穿梭时间空间 那个格局很大的感觉 对 因为他后面又变得很现代 对然后他说第一段verse说 你到底有多害怕 一个箱子能不能装的下 一个广场够不够大 就是对我觉得讲了蛮多 把抽象的东西具象 对对对 哦还有这一句也是要分享 其实我比较像是在 一个那种爱好者 就是把这个喜悦想要分享给大家 他第一段verse的最后说 警察的身后才是该去的方向 没见过的姑娘一定才是最漂亮 尊严的味道一定才是最方向 而最危险的东西一直都来自想像 哦这四句拍到现在 有有我昨天也是看MV 然后也是听到对印象很深刻的段落 对但可能就是因为你要真的很专心 很认真的听你才可以follow到 他里面天马行空的各种比喻 所以的确会比较冷门是难免的啦 好我们下一段继续来聊主题 欢迎回到同行相继 同行相继闻人相亲 对对对我本来想要叫闻人相亲被继 对啊后来就还是要维持那个原来的IP这样子 对今天是请到那个迪拉跟Leo 往来跟我们聊嘻哈歌词 人们的嘻哈歌词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久违的权衡中 我听到这个歌也是非常的 惊艳惊吓惊喜各种喜欢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 超级有感 他的权衡什么 他权衡很多事 而且他的那个歌词的句子里面的两边 就是都很屌 就是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这样 他其实就是用一两句话 而且他就是跟刚刚跟刚刚小老虎一样 这久违是个年轻的北京饶蛇歌手 但他就是跟我认识的北京聪明人一样 充满了各种超有智慧的酸人 然后我觉得他把这个东西放在歌词里面 比凶人的饶蛇歌手 帅多了 就我喜欢他那股酸劲 就很像喝了一个北京的什么汤 酸梅汤还是什么汤 就是那个酸 而且他质地有声 他每一句都好重 就是很有重量 就是很多人 我现在觉得现在很外行的人会 不要这样讲 就是现在有些人会开始说 这好的饶蛇就是不能像属来宝 不能像讲话 甚至这种 我觉得完全是错误的 就可能有些人因为看了一些节目 看节目之后 会有些错误的想法 觉得一定要很多押韵 很多并排 很多很工整的东西才叫做饶蛇 或唱得很快 可是久违这种 就是你说质地有声 他一句话丢出来 而且他也是跟国弹跟弹保一样 壁都是他自己做的 所以他就是他要留那个呼吸给你听 然后他钱放在桌上 我没拿我这句话 第一句破题 我就觉得是个超帅的破题 然后大家就会想没拿什么 然后那百分比 这个其实发音我念不太出来 泰 泰 泰傻 就百分比太傻了 那个很简洁的词语 然后就 其实 可能一般口语两句话才能说出来 我觉得超凝练 很厉害 而且他的呼吸 就是你听他的歌就 反正他一呼吸你就跟他呼吸了 就马上被吸进去 他会有语韵嘛 他每句话都出来 把他丢了一个铜弦到水里面 呼飘一下 然后就再下一句 特赏 圈子 再下绿卡 他后面都会留一小段音乐 然后那个鱼韵你就会觉得 诶我知道 老师歌手就是会给一个格律跟pattern 让你去感觉 那个格律跟pattern跟音乐的适切性 然后他每句话都让你可以想一下 然后话跟话之间加在一起 就会让你有 哦 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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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是 还没听歌 光看歌词已经 就很厉害 对 对 那我们讲一下主题 就是华语的饶舌的歌词的演变好了 就你们自己的观察 从以前到现在 关注的主题是不是也有点不太 我自己都能察觉好像不太 关注的主题 对对对 变化很大 如果蒋古 如果因为他年纪比我小很多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的 可能是某种主题 我小时候一开始 一定是很流行团体 因为那时候大家饶舌歌词 还不太会写 所以一定要靠三个人才可以 两个人或三个人 才可以把一首歌写完 所以三个人很常讲的主题 一定是什么 underground 我们来自地下 然后因为那时候 嘻哈还是一个比较稀罕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有一种传教者心态 一直想告诉大家说 嘻哈 嘻哈是什么 这样 对 就那是一开始 最早最早台湾嘻哈的主旋律 就是嘻哈是什么 那另外一种当然就是 在站在我刚刚说那个传教师的对立面 是在聊说 就是学美国嘻哈那一套 就是我超有钱 我项链多粗 我轮框多大 这种 我马子屁股多大 这种的 这种东西 对 但我完全没有觉得谁优谁略 但最早的主题是 是这样 但是我们讲这个叫 应该可以播 这个类型叫大屌哥 大屌哥的传承反而是 经历嘻哈50年 这个大屌哥没有断过 嗯嗯 其他的主题 变化蛮大的 对 对 讲自己的都还是一个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讲自己啊 我觉得就是就是 represent什么城市啊 来自哪里啊 之类的 现在是有比较少了吗 现在也比较少 对 他讲也是一路了 现在比较少 对对对 以前很喜欢讲这个 游地区号 目障 就是116啊 NJ116啊 对国外 因为美国饶舌歌手也会 讲自己的区啊 讲自己的大楼 讲Cream Bridge啊 所以 虽然好像没有人唱 如果是以 以前NAS唱什么 一直唱QB Cream Bridge 就是像我们这聊 市民大道 什么什么对 还是有啊 例如说台中的饶舌歌手 就是我们是 Tai Chil City 这样子什么 会有一些这种 归属感 或者也会唱金钱豹 什么之类这种 对 会地名一些小细节 那现在呢 现在 我觉得因为 新一代饶舌歌手 可能autotune 变他们的标配 就是autotune跟唱歌 新一代饶舌歌手 其实都还蛮会唱歌 其实包括Lio就是啊 Lio就是一个很会唱歌的饶舌歌手 所以我觉得题材开始慢慢 而且受到乐团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交杂 就是现在嘻哈圈的人听乐团也听了很多 然后乐团仔听hiphop也听了很多 这两年他们的主题跟互相关注 蛮有交融的感觉 所以也绝对可以知道说哪些饶舌歌手 哦我听他写这个就知道 哇他也有听草冬嘛 对对对对 然后也会知道 刘修琪就是很喜欢饶舌嘛 美秀的东西就是想想讲饶舌里面的东西 大家互相司法学习的感觉 现在有点融合在一起 我绝对不会说出fusion这个字的 反正就是融合在一起 我刚突然想到就是 因为像饶舌歌手他 其实大部分不会想说 我这个旋律要填什么词 大部分不是这个过程 而是说我现在好想吃午餐 吃麦当劳 这是一个瞬间病出来的 一个是由意念 intention表达出来的 歌词跟旋律都是 那像葛大宁在写这些歌的时候 你们会是 我们可能大部分是先收到的曲 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 我要放什么字进去 但是可能没办法那么直觉 曲式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我收到一个demo 然后旋律已经在那边了 然后我们就听那个旋律 抓字嘛 几个字然后怎么断 然后这个歌手适合什么运 然后他希望唱什么样子的故事 或是这个旋律 可能有什么样子的故事或情绪 然后我们再来放字 但有点像 你刚刚讲那个 我的直觉带我到哪里 但是我就不能这样去定稿 就变成说 好像要再去修啊 整啊 想啊 那你一开始 你也需要唱唱看这样 你一直在那边唱 而且要学那个歌手的唱法 你才知道他的那个口音 那个口 口气 口气跟韵会是什么 所以你要揣摩他的口气 对 或者了解他的声音 或是他 他用低音比较多 或是他 这一句 可能哪个字会变中音 因为每个人唱的时候 可能选择重音跟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就要猜或是想 或是帮他设计 那我也想问你 因为这一部分是主题嘛 对 因为我本来就觉得 虽然我跟你算是连友 不算是平时很常见面的朋友 可是你就是有一种神婆的气质 神婆 就是好像跟星象命理这种东西 会有一种玄学类的 大家会好像 你讲什么 大家会信这样子 所以我在想说你帮这些 尤其是女歌手决定主题的时候 是不是也多多少少会了解一下 他最近有什么个人的状态跟困难 然后帮他想一些 我写这个主题就要猜到你心坎里 你会有这个 应该是说 我觉得现在的流行音乐 其实歌曲都要代表自己 你没办法去帮他包装一个 不是他的样子 我相信 饶舌歌手唱自己 我觉得这些歌手也希望 这些歌是他 不是音乐公司叫我唱这个词 我拿到这个词就进去就唱了 是谁我也不知道 然后 所以 我自己当然希望 这个歌词是他喜欢的 也是他 所以我觉得当然会聊 或是你知道这种歌星是什么 或是你跟我说 你听到这个歌 感觉是什么 就是 也许我觉得这个melody很柔弱 但是你可能 你给我的feedback 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歌我不想要唱一个柔弱的状态 我可能就会帮你放进去很多 倔强的色彩 或是一些很任性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会一些沟通 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像 你们直接的直观的 直接 讲出自己要 做什么 唱什么 但是 经过我去转手 把他写出来 这样子 比较像这样 所以他要给你 那个旋律跟节奏之类的 这样 对 那 那他的那个呢 运脚在哪里 这是你要去要安排的吗 运脚是什么 我就要想 对 就要想适合他的运脚 因为像饶舌歌手 假设说六个字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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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哑 有可能是要押韵押韵押韵 就是但这些押韵的节点 你就可以不一定要哪个点 对 没有 可是大家还是会看怎么顺 因为旋律 所以他可能還是比如說六個字我可能還是覺得好像是3.3 比如說唱demo的人給我的感覺 或是製作人給我的感覺是3.3或是2.4或什麼 我覺得還是會有一個 斷句在哪裡 或呼吸 就是怎麼呼吸 當然有時候也會 我會覺得說好像那個地方應該唱七個字比較好聽 比較有故事性嘛 多講一個字 或是多一些長音可能變五個字都是有可能 那那個就是 我覺得現在比較好就是我可以跟製作人或是跟作曲的人討論 欸怎麼樣比較好或是跟歌手討論怎麼唱比較好 我覺得我小時候寫的時候還沒有這個權利 或是說 現在牌子比較大 不是不是我覺得 因為我現在叫格大叫萬磁王 不是 一年寫太多首 沒有我覺得因為以前的工業做法就是我拿到這個旋律 但是我可能聽不到編曲 我再聽到這個歌的時候可能已經他發了 我覺得以前的工業的步驟是這樣 那我覺得現在大家自己做 或是說比較多時間修整調整 或什麼的 怎麼感覺以前製作人不讓你們串貢的感覺 比較沒有 就把你們都分開 有時候聽到歌的時候在想說 喔這歌怎麼編的 是另外一回事 喔 對以前 大家結構了 都結構了 因為我覺得每個步驟拼裝在一起 有時候製作人也是當天才拿到歌詞 當天 是喔 然後歌手也是當天就 喔喔唱這個這樣 就進去唱 因為只要公司OK 或什麼 我覺得以前的 以前跟大家很忙 我覺得以前比較多這種狀況 然後製作人就看到這個 喔好我大概知道氣氛 或是他看到歌詞 在跟你討論這個配唱的氣氛是什麼 但我覺得現在比較不會是這樣 現在就是 大家都要爽嘛 就是大家都是參與這首歌的人 大家都有權利跟自己的小象空間 我覺得現在是比較健康的 對 這聽起來 老舌真的字比較多 不然想說 超多的 不然想說 也許可以 現在可以合作看看 可以合作看看 因為如果是人家唱那種 Satku luk bala ka bada ko da 這樣子可以填嗎 太多 Satku luk bala ka b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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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可以填嗎 今天我們促成了一個合作 那我怕我騙人數來爆 你知道以前啊 就是有一陣子 的那種華語流行音樂 因為很喜歡中間忽然唱一段像饒舌的那種 Bridge 對 然後他們就讓我們寫 然後我們寫寫寫完以後 他們就唱了 但是我後來聽到 我就覺得很像鼠來寶啊 然後我後來 像近幾年 如果類似這樣的歌 他們請我們寫 我就說 這邊請你找專業的饒舌歌手寫 因為那個是他們的專業 而且他們知道的那個 groove或是什麼 就是 那個才是正確的 不是我們去 去放進去字就是對的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也是一種 美角啦 對啊 或是說他真的就是另外一門學問 這樣子 對啊 那近年比如說 嘻哈的節目的流行 你覺得對於主題的影響 或是對風格的影響 有很明顯嗎 還是其實就是 對 我覺得對主題影響並沒有很明顯 因為實境節目 其實就是在賣人設 所以大家就喜歡看那些小朋友 就是大家沒人知道的人 然後 講他們自己的故事 嗯 其實那些故事 其實都不能講千篇一律 就是都有很像的模組跟模板 但每個人當然個體的差異還是很大 嗯 所以 實境節目裡面出來的歌 可能有一半以上 我覺得都還是在講自己 那他會變得更設計嗎 變更設計成不冷門 或是更設計的去 競賽型歌曲 競賽型歌曲 所以也有的 有絕對有競賽型歌曲 而且可能比較高壓短時間要產出 大家就是會更 不是慢慢雕琢自己作品 大家顧慮的事情很多 就是現場能不能炸 就是會變成是這樣子 就是能不能炸 然後你沒有那麼多時間 可以去細修歌詞 就只能比氣勢跟聽感 所以其實你說主題能夠有多深 在競賽型節目 除非那個純厚 對或那個想法 早就留在他筆記本很久 他只是拿出來用 不然大部分是沒辦法 那節目如果出題 那他就得走那個 節目的出題 大部分也都不會太為難他們 都是給一個還算空泛的內容 譬如像熊仔那種什麼 最最有名的嘛 熊仔第一季就說 欸他那是說什麼 只有你才合理 對只有你才合理 我覺得那就算是 蠻折磨人的 因為算抽象但是超難 這是一個 哲學問題 對對對 對對對 好我們下一段繼續聊 今天的同行相繼 無人相親 我本來想說無人相親 那個親改成親愛的親 這樣子 我原先 我原先想是這樣子 哇同行相Kiss 對對對 現在要聽到的是 顏冠希的阿明 六王我怎麼選這個歌 覺得喔 冷門 不是啊 我知道 他有一些歌詞什麼 整身糙味討生 齁 鑽腳陰仔比較討敵 齁 教人告白可生意 新民主人的寶筆喔 我也最喜歡這段 我沒跟你對過欸 呵呵呵 我也最喜歡這句欸 呵呵呵 就是 整身糙味討生 這句話真的寫得好好 他的霸氣跟前面 你們聽到又不一樣 就是另外一首 說霸氣嗎 我覺得這首歌 對我來講 很像鍾永峰會寫的詞 就像聲翔那樣的詞 在講一個小人物 但是集合了五六個小人物 對 的特色 然後組合出一個名字 一個自信 對就像阿Q正傳這種東西啦 講拜登就是了 對就是用一個草根模型 然後他上面放了很多元素 就把一個台灣小孩 他的那個土味 寫出來 我覺得是一個超級棒的詞這樣 那可以聽一下 他說他其實寫的時候是有那個 就是那時候是花甲少年 那個阿B 給他一些啟發 我們也沒有 然後我們也沒有 那個阿B 我們也沒有 怎麼樣 你剛剛是希望Ryoh唱得 對啊 說到那邊 接下來讓他唱一段 好啦 好吧 沒什麼都來 有來有去的內去 有無無無無無水風來 台灣人啊 台灣這座 主要是大 關聯最好 台灣人啊 台灣這座 就是有一些字啊 我覺得本身就還蠻饒口的 嗯 對 例如說 有像這個 像我的台語其實不算是平常很常在講 但小時候都有聽 所以說 我慢慢去揣摩那個開口 我可以練習把他唱對 那有一段就是我有花很多時間練的 就是像什麼 這邊 春夏秋冬強生苦涉辱愛 天地獎神速風獎人都敗 獎人都敗 那其實蠻多 有些地方要圓 有些地方要怎麼樣 這種口氣算是蟹龍界的那種專長 對不對 就是那種布袋戲跟翁羅阿仙的那種 講話會有點 很多邊邊角角 一揚頓挫 那那個是台語蠻迷人的地方 對啊 對啊 對 就是那個一揚頓挫 嗯 一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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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掃的那一位其實差蠻多的 就是蟹龍界講話 然後我覺得這個 歌厲害是 現在台灣這10年來有兩種流行嘛 就所謂的又一次新台語歌 對 第一個就是 所謂什麼賽博台客什麼這些東西 就是好像說把台客弄得很炫炮 這是一個路數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寫很多兄弟歌嘛 因為猛甲啊角頭的關係很多兄弟歌 但在我來看那些東西現在寫太多又很做作 那這首歌也因為沒有這些做作所以很冷門 他寫的東西真實多了 對 就是我們看到阿扁 其實我跟 寫有肉 利歐可能都是南部小孩 但我們算功課好的 嗯 可是你唸過普通國小國中 一定會有認識一些 八九的同學 嗯 或者是隔壁班的同學 你看到這些東西你完全就是 因為我們南部小孩可能就算是我們的出生 也不是從 國片上面去認識這些人 對 他們就是我們以前的朋友 你們就叫得出來 這個東西超級真實 嗯 所以就有趣 超級有趣 他他寫的東西就超real 這樣子 他不會硬要去寫很多 哇兄弟就是聽你煞氣耶兄弟 欸 比較好傳唱 對那一種比較好傳唱那種 對 那我想問迪拉一個問題 就是你擔任過比如說獎項的評審 嗯 比如說饒舌的歌詞 跟其他的歌詞放在一起比 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會討論這一題 你怎麼去看譬如說 你說其他的歌詞 跟 其他的情歌 台語歌詞 或是什麼 就是很難比就像小吃大賽要比滷肉飯 跟 對呀這樣到底怎麼看 對 其實就很難 所以 每次在當評審的時候 我是盡力 第一個 如果大家有在聊 哪個饒舌歌手 很好 我其實覺得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要趕快告訴他們 對 因為有時候隔行如隔山 會有一種距離的美感 就覺得這好難 其實我想跟他們講說 這在我們中文饒舌的進程中 這個一點都不難 這早就已經是 很多人超過的招了 這是因為你們沒聽過 對 就是 這個是會是這個 然後第二個可能 很難拿來比較 可是我很想會 拉票 或告訴其他評審說 哇 有一個人做到了 這個某些很難的東西 尤其是收斂這部分 收斂 就是 如果他可以把磁寫得很收斂 超難 可是可能大家現在習慣的 可能是很華麗的東西 像你剛講 蛋堡有一首很少歌詞 對對對 先介紹一下 對蛋堡 專壓者 有一首歌叫專壓者 很酷耶 對 專壓者這個歌就是 以前我跟他一起去日本 跟Java Love一起錄的歌 因為那個歌是曲線出來 然後這首曲已經有 沙克斯風跟小喇叭 吹成這樣的一個主旋律 然後蛋堡把詞填上去 那饒舌要怎麼辦 對 要跟他搶嗎 沒有 蛋堡填了一個 字超少的一首詞 然後重複性很高 專壓者會講牙醫 但他好像又在講感情 講被一個女生傷害了 可是他又不完全想要 然後讓你掉入那個屁育 就左右來 前後來回 進進出出那個屁育 然後用超少超少的 就比你看這個歌詞的角度 都會跟我不一樣 我就會去看那個比喻的部分 對 就是都有 我覺得蛋堡的厲害就在於說 有些人就是會很想跟你講 喔我的陷阱在了 趕快來趕快來這個陷阱 我就是在 這樣用專壓者就牙醫來介紹說 有個女孩子傷我的心 可是 可是他講了50%之後 又會退回來 原本的牙醫的部分 讓你就是 他就是個性有這個高拐的部分 對 然後他歌詞就是有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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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般來講 就是一個超難免人 單寫的東西 所以專壓者我覺得這個主題 這個主題就是 他怎麼 我像患者 你像牙醫 痛起來就得找你 這個都很 痛在心裡沒法根治 那他就是 沒打麻醉 筋都暴衝 你的瑞麗更像刀鋒 所以這就是 很多東西他就用超短的字 然後 而且這種四個字 四個字的避孩 超難寫 超難寫 很容易變得超純 對 或是變成一堆堆疊 這樣 所以他也是就是 蛋堡就是因為這個曲實在太滿 他只能採取這種方法 但 聽起來就很棒 對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困難的 就是 饒舌詞 重複的字 然後 很短的並排 然後整 整首歌他也沒有做複雜事 可是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超難寫的 為什麼有一些歌 比如說 他的credit是用本名 沒有一定 沒有一定 我看到很多就是 對他的credit就是辭曲的時候 他就放本名 然後他表演的時候 比如說 對啊 為什麼 像你有畫名嗎 沒有 可是 比如說你寫的就是你 你的詞曲 詞曲唱嘛 可是你不會 唱是你 然後詞曲是你的本名 或是 因為我自己在做這決定的時候 我也很困惑 對 他們是刻意的嗎 還是因為版權 還是什麼 我覺得完全沒有 就只是習慣性 表演的時候 我其實是當下他就爽這樣子 好像大部分都這樣 那他也不會每首歌都這樣 他想怎樣就怎樣 對對對 對 或者是到有時候固定下來吧 有可能 可是國 國外不會這樣嗎 因為蛋堡有時候是杜正希 有時候是蛋堡 然後我看到國蛋的歌 還是什麼 好像也有一首 還是 對啊 我自己感覺起來比較像排版 就是覺得 喔 自己像排比較 對 因為 對 這沒錯 其實我們那個 溝通過程都超簡單的 像我們就會問說 那你們把 歌手一樣說 把你們的那個資訊交出來 詞曲資訊 整理 他們有時候就會寫這樣 我就會問蛋堡或國蛋說 誒 那這次要用國蛋 這次要用楊國俊 他說對啊 他也不會跟我解釋 我說喔 哈 所以不見得有一個原則 沒有什麼原則 他們心裡可能有某個小劇場 可是就是 覺得更自己了 更自己 就是這個 我這個決定 沒需要解釋 反正也無關 無大局 那就是我啦 對 其實我還蠻喜歡 這種人的 就是 不用講太多 如果這個跟溝通 沒有太大關係的話 我覺得不講太多 我蠻喜歡這種人 可是久了就會知道那個 我很討厭弄解釋一堆的 嗯 對 我因為這樣 所以我這個 這個字要講蛋堡 我一直想說 很煩 就是 浪費我三分鐘 聽你解釋 歡迎回到同行相繼 通常這一段是 就是來賓要給一些創作人 或是像我們這種想要學習 創作人 創作人 對 想要學習 饒舌歌詞 就是饒舌創作 有沒有一些建議 或什麼的 對 我覺得 那個啦 饒舌裡面會講一個叫delivery 就是你的詮釋 你的表表演 這樣 其實都是同樣是一句 一句話 對 然後像你說 那個 寶哥說身體的律動很重要 其實 那說穿也不稀奇 就是 就是身體跟那個節奏對到拍 他是從小 到大 他就有的一個東西 還是他可以培養 我也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我其實都只是抓一 嗯 就像你看這個 你看死亡這個 他不是有個副歌嗎 他就是 一 他精通拉屎的功夫 他肚子很少是空夫 經歷過很多的痛苦 就是沒遇過便秘 他精通拉屎的功夫 所以那個 很重要 但是沒有唱的 所以你身體有沒有跟著這個動 嗯 就有沒有抓得到 嗯 學這個不錯吧 對好 教我 教我 對對對 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段會變成這樣子 我剛剛提出的 我剛剛提出的就是 我想讓那個葛大學一下 怎麼唱饒舌 這樣子 這個算是 絕對不能剪掉的企劃 我要講的很長 絕對不能剪掉 因為我常常 跟朋友去唱KTV的時候 他們會唱一些饒舌的歌 或什麼 我覺得他們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覺得就是 我不知道 哪個開關開了 就可以 唱好饒舌的歌 欸那個真的是 就是 我們有一個很瘋狂的朋友 很會freestyle 他才會講說XYZ 他說X就是歌詞 Y就是flow 然後Z就是你的個性 什麼 然後我們大家一開始聽覺得說很抽象 唱歌就唱個什麼個性 嗯 可是那真的是跟你心理狀態是超級有關係的 嗯 就像我要跟你講句話說 欸 請問我等一下可以去廁所嗎 跟我 請問等一下我可以去廁所嗎 或者說我們是朋友 欸我們等一下可以去廁所嗎 其實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可是光剛剛上面這三段表演 你很難用單純的歌詞 音調 flow 去分辨他 他就是一個整體性 對對對 所以其實老實歌手進入那個人設很重要 然後其實就是 所以每次表演都要進到那個人設裡 啊 你自己的狀態如果不一樣的話 嗯 會影響到你的表演嗎 會很進入一個狀態裡 沒有錯 但不一定是一個很完整的人設 為什麼 對那實際上聲音的表現上來講 就是會變得很像 像以前熱狗講的說 好像看他訪談說那種現在年輕人小青青什麼 但是他唱歌都是很 每個零腳都很清楚 像他精通拉洗的功夫 他肚子很少是空腹 你看那種就是嘴巴肌肉很那個的 所以當你一個人是很有自信什麼時候 你就是會有那個 力道 熱狗 就是這樣 牙齒的力道 肌肉的力道 精通拉洗的功夫 好像把每個表情做到極致 好像表情都很誇張 哼哼 那種感覺 嗯 我覺得死亡你是覺得會 因為死亡的狀態 因為蛋寶就是在寫說他很長 拉肚子很不舒服嘛 所以這個人設比較像是一個 無奈的卓別林的感覺 嗯嗯嗯 這個 可大是有辦法傳摩的 就是一個無奈的卓別林這樣子 我不會叫你去唱熱狗的歌 對 你要不要試試看 那你來教他一下 第一句就好 副歌啊就是 就是 他精通拉洗的功夫 他肚子很少是空腹 來來 好 五六七八 他精通拉洗的功夫 他肚子很少是空腹 哎 四句啦 這個要 經歷很多 到最後Bambi 這樣才有Punchline 來來來 五六七八 嘿 他精通拉洗的功夫 嗯 他肚子很少是空腹 嗯 經歷過很多的空腹 就是沒遇過 Bambi 他是唱台語 他是唱台語 Bam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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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今天節目是這樣結束 哈哈 很讚很讚 可是我覺得這個超重要 因為你揣摩一下就會知道說 那個 那個 停留 就是如果你改天真的要幫饒舌歌手寫歌詞的時候 應該沒有這一天 就會知道那個揣摩 但在家聽的時候會被帶動一下 對那個律動 就是他講那個律動很重要 很像跳舞啦 對 就國標舞有國標舞的一個 一個flow嘛 然後就是街舞有街舞的一個flow 對 是蠻不一樣 雖然有一天可以去找你們跳舞 對 但死亡我真的覺得蠻好 很好很有趣 對阿就是因為 沒有想到這個主題變成了一首歌 對這個主題 就是他腸胃很不好 還可以寫成一個主題 而且他裡面有很多個flow 都是致敬他自己 以前其他的歌 Study Underground 什麼那些歌 對 好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 喔沒啦 對 不要再下去 我怕我要學什麼歌 OKOKOK 今天非常謝謝迪阿跟烈耳王來節目裡面 教我唱饒舌 好謝謝大家 下次見 參見大王 萬職王 拜拜 拜拜 同行相繼